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Tina 在我身邊有袁醫生 Hello袁醫生 HelloTina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好消息 我們之前一連六集 就講這個CUT的問題 講得很詳細 我們講了超過50種療劑 我們發現陸續有朋友上來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去找療劑 真的很好自己去試 我們其實都很想知道大家用得如何 用得對不對 其實很建議大家 你用完之後 給我們一個電郵 告訴我們你們的情況 還有更加重要的 我們就是想藉著這個機會 做一個統計 不知道哪些療劑 是我們最常用的 是對CUT很好的 我們之後會在這個節目裡 再跟大家講 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統計 如果你們來到唐鑼灣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診所 因為唯一有療劑供應得到 在香港 我想我們的診所基本上是最多 最多的 療劑是可以超過千多種的 所以你們買的時候 我們前幾集都跟大家解釋 盡量買那個是30C的Potency 因為這個是中間的 即是中度的份能 是一般的急性病 但是很適用的 你用了之後 效果如何呢 不妨就跟大家E-mail給我們 你告訴我們 你用了哪一隻 效果如何 即是很好 或者是很好 即是可能一天搞定了 或者都要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是很慢性的問題 那結果用成怎樣 比如以前你經常有的 那用了之後 當時適時就舒緩了很多 或者將來的復發機會都減了很多 那這個要將來才知道的 那我們就用你們的購買那個療劑 再同一個統計 即是香港的 香港的環境的Cut 是哪一類的療劑是比較常用 那再和大家分享 那會幫助大家 即是將來 如果你們要再去找療劑的時候 那準確率可以提高一些 那我們的節目其實目的 都是希望大家知道多些 可以保障自己的健康 因為始終在今時今日的那個醫療環境 其實選擇是很少的 尤其是有效的安全的同類療法 大家的認識是過去我相信是非常之少的 那同類療法 我認為是能夠解決我們現時人類的健康問題 是最合乎經濟效益的了 因為那個療劑可以這樣說 可以是無窮盡 是用之不盡 不像很多其他天然的工具 就算用草也好 你培植或者野生是很有限的 那同類療法 是因為它獨特的製作過程 是將原來的物質 是可以不斷地稀釋之後才成為療劑 那譬如可能一個gram 稀釋到一百萬分之一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變成一百萬支了 那所以那個是可以這樣說 是很耐用的 是 用之不盡的 而且安全程度 是軟好過所有其他 我認識的醫療工具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學 後多幾多年 我就盡量應用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始終同類療法 是 某程度上可以說 易學難精 但不要緊的 大家留心聽 做一些筆記 將我們每次教你們的工具 自己去紀錄下來 用了之後再綜合自己的經驗 其實每個家人所需要的療劑 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50隻以內大家都用 一般的情況都可以照顧得完 遲到將來 我們很可能會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在網上教大家如何使用 這個真的好 我們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那個課本書 中文書是沒有的 簡直是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 希望大家在英文程度方面 基本的都有 我就可以介紹幾本 基礎的家庭用的 同類療法的書籍 我就可以根據這類書籍 在網上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們想到的方法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 跟我們溝通一下 我們會將這個書 在健康店裡買得到 如果多人買的 足夠的人買的時候 我們值得 可能開另一個節目 跟大家說 或者在這個節目之下 我們就會抽一部分時間 跟大家講解 家庭上用的療劑 我們根據某一本書 其實因為書真的很多 跟我們療法的書籍很多很多 我會建議一本 健康店一直都有 都用了很久 70年代已經有這本書 叫做 《Homely Perfect Medicine at Home》 作者是一位西醫 Massimo Panos 她是一個女西醫 一直推揚和我們療法很久的歷史 如果這本書 我們可以根據這本書 變成我講大幾句話 你起碼可以看來聽 就算是英文也好 也好過在空間 就這樣聽我說 我又要串個字給你們 那你們會有機會 慢慢可以掌握得好一點 那同療法的好處就是 沒有所謂的 就算你用錯了也好 你也是不會有任何的 然後副作用的 但你用對的話 你可以這樣說 那種療效 就是我幾十年的經驗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工具 可以給得上的 所以很值得和大家推介 那大家都可以 就上 即是 啟動學一下 哇這個真是好消息 這麼難得 有阿袁醫生這麼豐富的經驗 可以在網上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一起去學 其實你自己開始自己幫助自己 如果你自己開始 怎樣去照顧自己身體 改善自己身體 還有其實有些情況 有些問題 基本上自己可以處理到 其實你就會開始掌握到 你的身體健康 真的太好 所以你真的很建議大家聽眾 給我們一些 feedback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 idea 這個是很好的 不妨發電郵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大家的意向 你多些朋友發電郵給我們 我們就容易促成這件事 可以早些籌備 而且有些問題是急性的 那些意外 這些事情真的要自己即時做 等到你安排到時間 就算來找我們 你也是遲了一天半天的 所以很多種的 我叫做 first aid 即是創傷 其實自己即時處理得到 是更加有效的 例如中風 你中風 總之你即時做得到 已經比前一兩天好 才做的 如果即時處理得對 處理得好 很多問題都容易解決 之後不會那麼長手尾 是不是 袁醫生 沒錯 還有一個好消息 告訴大家 就是袁醫生 接下來會在BBTV 有一個節目 即是主持一個節目 節目名叫做健康之多 是不是 袁醫生 我們最近在節目 做了她的嘉賓 訪問了一輯 這一輯是關於那個碗腸的 我們最近和大家 已經開始講關於碗腸水療 這個課題 這個節目 我想很快就會播放 有一輯是講過碗腸水療 節目的名稱叫做健康之多 這一輯是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大家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 哪一個網台 那個網台就是BBTV的510台 叫做優質生活台 如果大家有訂閱BBTV 那就密切留意一下 或者如果大家有iPhone 也可以到APP 找回這個節目來下載 我們現在不如先來解答 一位聽眾的電郵 她就問食物敏感測試 有哪幾種方法 可以正確地測試到 其實我們發現 調查顯示 有70%的人有食物敏感 都真的很嚴重 之前我們在這個節目 袁醫生也介紹了幾種方法 以及食物敏感的問題 譬如其中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試試做斷食 做斷食 你很多東西都不用吃 吃得很簡單 或者你只是做斷食期間 只喝一些流質的食物 或者是做水斷 不過如果你做水斷 最好都是有經驗的人士 在你幫忙 例如你做幾天流質的 果菜汁斷食 或者是水斷的話 如果你是食物敏感的 你就會發現 你的症狀就會消失 例如你有扁頭痛 如果你做斷食期間 就會失去 或者有些人說 背脊很痛 痛得很厲害 做斷食期間又會失去 然後幾天後 你做完斷食 你再服食時 嘗試吃一些 你懷疑會令你敏感的 通常都是你很喜歡吃 那些 戒極都戒不掉的食物 嘗試吃那些食物 然後看看 這些症狀會否再出現 如果它再出現 其實九成九 都是食物敏感 你對這類型的食物敏感 而令你有這個症狀 其實這個方法 對有些朋友來說 都會比較複雜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方法 很有效可以測試 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 其實沒什麼費用 可以很便宜 其實道理很簡單 如果你食物敏感 喝起有不同的症狀 例如流鼻水 可能皮膚有出診 或者胃氣脹脹 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不接觸這些敏感的食物 你的症狀就會好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我斷食期間 我整個人都好 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其實可能其中的原因 就是過去的接觸食物裡面 很多導致食物敏感 這個病徵 斷食裡面肯定沒有了 好了 那你斷食期間 例如當你幾天 三天、四天 總之你斷食到你以前的症狀沒有了 然後就加回你平時吃的食物 就是一樣樣吃 你不要碰到之後 吃四、五種食物一起吃 逐量逐量的食物 逐量的食物 譬如你懷疑一下 通常怎樣知道 那個警覺高一點的 就是你很喜歡吃那樣東西 很多機會就是導致你敏感的食物 很怪的 你會喜歡吃一些東西 是導致你敏感的食物 這是一種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好了 你平時很渴吃的東西 你在斷食之後 你就用那樣 只吃那樣 那一餐只吃那樣 吃一、兩餐 這樣看它有沒有引發你身體的症狀 好了 如果沒事的話 你就轉逐轉食另一樣東西 轉食另一樣東西 單一這樣吃 你就容易些察覺到食物的敏感問題 因為食物的敏感很多時候 就是延遲的反應 它是延遲的 即是它不是即時的 要即時反應當然容易看得到一些 如果它是延遲反應的時候 你當時不太察覺得到的 那就需要用這種方法 觀察久一點才做得到的 我以前也提過 有位醫生Dr.Coco 她發現她的太太 經常進入急症室 經常以為自己心臟病發 結果幾次進入急症室 檢查下來 發現完全是心臟正常的 最後她觀察到 原來她的太太 很多時候 出現心臟病不適的 心臟不適的症狀 多數都是吃過某類的食物 即是吃了食物之後 她就懷疑她的太太對食物敏感 結果她發現 果然吃了那些食物 心臟的跳數是高了很多 於是她就設計了寫了一本書 叫做Dr.Coco's Pulse Test 即是一種脈搏的測試 其實說你吃了 你吃東西之前 就量一量自己的脈搏 接著吃東西 吃東西當然記錄了你那餐吃的食物 然後吃了食物沒多久 我們在說十分鐘 十五分鐘之後 就來測試一分鐘的脈搏 譬如你平時吃了食物之前 是五十次 即是一分鐘五十下 吃了之後跳了一分鐘八十五下 即是高了一分鐘十下 那你覺得 你可能吃的食物有問題了 那就再檢討一下 當然 如果你食物是單一地吃的 你不要一餐裡面 什麼都吃一點 那你就有時候就比較難 找得到到底哪一種食物 因為它不可能 除非你每一種吃的食物 那很可能是其中一種 或者是兩種 那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分開來吃 單一地吃 來測試 那也有一種方法 即是不用斷食的方法都可以 但是斷食之後 如果再做完整體 那你的準確程度會更加高 那這些是自己 不費一分錢自己做到的 但是其實有些人 一聽到對電食不明白的人 一聽到電食都很抗拒 有些恐懼感 那所以我們就 在我們的診所 我們就有另一種工具 用那種測試 那我相信我這位 這位羅順的聽眾 都是想問一下 到底市面上有什麼工具 是比較上用得過呢 那首先呢 因為大家要知道 我們工具其實很多 但是那個準確程度 我都很可惜 我都不能夠說百分之一百 因為始終那個 敏感這個現象 是挺複雜的 那其實食物敏感 是大概1906年 是維也諾一位醫生 王匹克克 就是他創造出來的 他就開始形容這種 過敏用這個字 就是食物敏感 那形容一些 有些人對食環境裡面的 某種物質 所產生的一種 就是另類的反應 那基本上呢 當我們身體免疫系統 是受到一些 致敏原刺激 例如Antigen 那可能食物 可能空氣裡面的物質 或者空氣吸進去的物質 就會產生 和釋放一種抗體 那這種抗體 就是免疫球蛋白 那是一種身體預防的 身體記住 身體所有的病症 其實都是代表身體 在幫你處理 幫你治療 所以 常常說 現時的西醫的方法 是很不濟的 就是因為 西醫的醫療方法 對付你身體的反應病症 而身體的反應病症 例如痛、發炎、肿 其實只不過身體是企圖 治癒你自己 那就是你不應該用任何的工具 包括化學藥去禁止它 那這個是1906年 這位維也納醫生 提出 首先是形容這種食物 這個現象 那它的說法 就是跟我們的血球蛋白 Immunoglobulin 和抗原 Antigen、Antibody 是一種釋放的現象 所以我們的敏感測試 通常都是用測試 到底我們有沒有產生到免疫球蛋白呢 當然免疫球蛋白有幾類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現在的所謂測試的基礎 是啊 真的好啊 這個測試方法 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容易敏感的呢 其實那些敏感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大家都知道 敏感是越來越多的 那也就是有些資料 都發現是百分之失色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敏感 那有些保守一點 就是要說 食物敏感 就是一定要有免疫球蛋白 那個數字呢 可能到百分之二十五度 但是其實不同程度的人都有的 那怎麼形成呢 大概呢 我們都說不出 Exactly 一種因素 其實多方面呢 包括食物不平衡 壓力 壓力其實是很大的關係的 那那個遺傳的因素 感染 發炎 還有這種西藥藥物 還有那個環境的毒素呢 都有機會是引發到過敏這件事的 那當然呢 食物這個過敏 就會削弱身體的免疫力 導致那個免疫系統呢 就是 譬如你食物是普通正常的入肝 即日常武害的物質呢 就當成一種致敏原 就產生過敏反應 那其實背後的原因呢 都是我們的身體 那個免疫能力呢 是過敏 就是免疫力低 破壞了 其實不一定低的 如果你低到沒有反應 其實都沒事的 是不是 即是它是一種異常的反應 即是搞亂了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即是對於一些食物 食物就是個人都吃的 那為什麼你要對食物 當它是一種惡劣的敵人來處理呢 這個真的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現在看到那些小朋友 小時候一出生已經是打免疫針 然後呢 一有少少傷風感冒發燒 但是很緊張 家人就抓了去看醫生 接著打針吃藥 即是我們是從出生 基本上已經是在打壓我們的免疫力 即是壓著我們的免疫力 從小時候開始說 出生到一、二歲 一直成長都是這樣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免疫力 即是裡面的身體系統都搞亂了 即是疫苗注射是很肯定的 是一個很大的創傷來的 因為我們的嬰兒子 自己所謂的正常的免疫能力 免疫系統都未曾完成 即是未曾成立 我們就已經用這些 這麼多的外來的物質 化學物質 直接供入血液裡面 因為血液裡面 通常的外來的物質 是經過我們食道的處理 是 或者我們呼吸系統 將它隔過一下 這樣處理過 才讓它進入身體 但是免疫真的不是 直接 將外來的物質 即是 我們叫做 避過你身體正常的防禦 那些機制 而直接進入你的血液 所以對小蚊子的免疫能力 是創傷很大的 這樣可以解釋到 現在為什麼小蚊子 現在很多的免疫失調的病 小蚊子鼻敏感 皮膚敏感 皮膚敏感 膠包食物敏感 變了這麼多 真的 還有一個原因 我們很多人都開始說 就是因為我們的食物 基因食物太多了 即是我們過去的食物 是經過很多 萬年 千千萬萬年 適應出來的 現在近年來 我們很多食物 都是用基因的食物 就是很多的物質 裡面的DNA 根本是 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我們的身體 還沒有產生食物敏感 我們知道 他們說 粟米 是一個很容易有的食物敏感 超過90%的粟米 大部分的粟米 小蚊子也是 小蚊子也是有很多基因的 還有牛奶 現在的牛脊 都有很多基因 製造出來的牛 所以製造出來的奶 亦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說 如果你的真心症 要了解最大的成因 我覺得是疫苗注射 什麽疫苗注射 和食物的基因 那種食物太多 導致人們 為何對一些正常 日常應該無害的食物 都產生這種過敏反應 這個真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實會不會有些人 特別容易敏感 有些人可能 吃什麽遇到什麽都沒事 但會不會有些人 特別容易敏感 那就是 現在敏感的人 非常之多 估計 保守點是有10% 其實有很多資料 8萬至70個人 都其實有不同程度的敏感 那你說 你怎知道個人有沒有敏感 是 簡單的症狀 過敏的症狀 包括皮膚 經常很容易出紅疹 風爛也好 或者走一點點紅 總之 有些可能癢 有些都未必癢 風爛很明顯 是一種過敏的現象 那經常性的肚瀉 是吧 吃少許東西 就說肚瀉 那當然中國人 有時說一些糧的食物 譬如有些人吃那些糧的食物 很容易肚瀉 在西方的自然治療 就用一種 即是不用寒涼的來看 就解釋 用一種食物敏感 食物敏感 那扁頭痛 腸過敏 流鼻水 氣喘 這些都是常見的困擾 有些人的輕微症狀 包括間中性的焦慮 情緒的焦慮 情緒的焦慮 關節痛 長期的疲累 還有水腫 水腫是一個很常見的症狀 有些人經常有些水腫 可能是自己肥 但是一會兒又瘦 很明顯 如果肥的脂肪不會很快 一天裡面變 這種情況很多時候有水腫 你一遇到一些人有水腫的情況 他多數是腸有敏感的 我們在洗腸的經驗裡面 有一小部分的人 在洗腸裡面覺得不舒服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今天有腸敏感的問題 所以更加要跟進這些情況 所以水腫、食物敏感、腸敏感 洗腸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症狀 好了 詳細說一下 其實有些食物敏感 有些什麼症狀 讓大家可以了解 不要經常以為病毒感染 尤其是經常出現 我們簡單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發現一個問題 是經常出現 找不到原因 醫治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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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可以作結論 都是跟食物敏感有關的 好了 在消化系統方面 經常腹射、惡心、嘔吐、搶敏感、便秘、餵器、腹脹 這些都是有關食物敏感的 這是消化系統的症狀 好了 心理方面 長期的疲累、自閉症 自閉症 自閉症也是 有一位醫生 Dr.Wayfield 他發現 自閉症的生物 很多時候是有腸漏症狀 腸漏症狀 所以心理上的自閉症 很多時候在食物敏感 都可以處理得到 嗯 好啊 那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繼續談這個 食物敏感的問題 以及我們會繼續談談 碗腸水療 等下 一會兒回來見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我們又回到自然療法與你 剛才我們說到食物敏感的症狀問題 原來自閉症 心理上情緒都會影響到食物敏感 是啊 大家都知道 自閉症的人會難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的 那些時候過度匯藥 自閉症的過度匯藥 精神不集中 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這個很多 大家要留意一下 顏料食物 糖方面 我們知道 我們做測試中 通常 希望能看到抗原抗體 但發現 顏料和糖 這種引致食物的過度匯藥 其實沒有這些 測度的現象 這是一個經驗的方面 還有抑鬱 香港抑鬱的人很多 我最近好像聽到有30萬人抑鬱 知道是Sportman 吃的藥 其實很多抑鬱都是吃西藥 所以抑鬱 焦慮這些人 都市人的病 都不知道自己有這些問題 原來自己病從口入 大家要留心自己在吃什麼 不折不扣的病從口入 其他部位 頭部、頸部 例如耳朵發炎 經常性中胭炎 沈蚊仔經常性中胭炎 一聽就知道 食物敏感的機會很大 重複性的鼻鬥炎 扁頭痛 喉嚨痛 還有口瘡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中胭炎 沈蚊仔多數都是跟牛奶有關係 牛奶就不包括牛油 通常是蛋白質 所以有些人看到 牛奶不能吃 牛奶是一種油類的 通常是蛋白質 還有鼻鬥炎 上膚加系統、中胭炎 其實很多時候是牛奶 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口瘡那些 可能是跟小麥 或者粟米有關的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也有這個情況 如果我吃粟米 我吃得多一下 吃了一兩支 很香的 有粒非枝會出現 有時候都忘記了 有時候又吃了 口癢吃了之後 接著就痛幾天 不是太嚴重 那就是任何食物都可以 你知道粟米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粟米 都是基因粟米 是的 肌肉和關節 肌肉痛 一定長期的肌肉的勞損 關節痛 關節炎 所以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 做短食 或者做一種簡單的生肌飲食 就會變得好 其實原因就是這樣 除了生肌本身的食物 是烤水很足的 消炎方面 會有很大的效果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人們為何吃新的素食 吃新的生肌飲食 很多病症 背後都是因為食物敏感的 吃了之後 關節炎都沒有了 周生肌肉疲勞都沒有了 胸口症狀 例如酵喘 以及心律不正 心律不正 就是Dr.Coco的太太 經常以為自己心臟病 進醫院入急症室 其實她肯定感到心律不正這個症狀 吃了之後心跳到皮膚笨涼 暖涼 她自己經常心臟病發 其實是食物敏感的 其他就是皮膚的紅疹 濕疹 濕疹 為什麼濕疹這麼多濕疹呢 當然免疫針 將免疫能力打到暖涼 接著心律很快就出現濕疹 接著處理的錯誤 用雷股唇去按 因為表面初心按得很快 以為正 一按就搞定 結果一直處理 一路的症狀治標 不自本 結果到了大約十幾歲 甚至乎成年 我都見過 都是嚴重的濕疹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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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診所裏面 如果問我們哪種病 被見得多 濕疹是其中一種 這真是很困擾 對 這種是一種辛苦 然後西醫院做了這麼多年 病人都未死得住 濕疹很少死去濕疹 那些人就會真真正想辦法 好了 身體過重 肥胖症 背後都好 很可能是那種 食物敏感 尤其是水腫那種型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尿病 尿床 三分之的尿床 都可能和食物敏感有關 重複性的不斷發炎 這些炎症 都是代表身體有一種食物敏感 所以你說 很多人經常都有這類的病 有些說百分之七十的人 有這種不同程度的食物敏感 都不是過過 因為這個症狀是包羅萬有的 包括精神狀態 我看過有本書 就是講那個 Dr.Marshall Mandel 5-Day Allergy Relief Program 這位是一個西醫 我為什麼對他特別認識呢 因為他是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醫學院讀過脊骨食經科 我同學的爸爸 這位醫生在這方面是一個專家 可以說是另類的西醫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另類西醫 香港也會有 不過他就不太敢站出來 因為始終是法律的因素 以及政治的問題 他在我們學校 就來講解 一個特別的課題 就是講他食物敏感 Dr.Marshall Mandel 他就講他的診所 全部是醫療敏感 那他就怎樣做呢 他就叫病人Fasting Fasting幾天之後 跟著他診所 他將食物那些濃縮的食物 就擠到舌底 直接來試他 哦 即是懷疑哪一隻是 就將它擠到舌底 擠到舌底 那你先Fast了一輪 或者他可能有些特別 都敏感 就去一個特別的醫院 其實是療養院 都不是真的醫院 那他那些床鋪 洗潔那些 全部的環境 那些漆油 全部都是低敏感的 那他住一輪之後 就在那裏進行這些測試 那美國過去 就是早年 就未曾有這些 我們用那個 用這個 就是那個化驗的方法 其實他就用這種方法 這個很專業 這個 當然在這種方法做的之下 其實那個 設施都挺複雜的 是吧 那種食物 他就要製造這些食物的抽取液 是吧 那病人裡面 要它化成之後 那護士就一兩樣加進去 就記錄它 那樣 那當時我記得 Dr.Marshall Mandel 就在我們學校 醫學院講解 他的工作 他對食物的工作 本身是一位西醫 他本書現在不知還有什麼都賣了 Dr.Marshall Mandel 5-Day Allergy Relief Program 那他其中給了很多汗 那其中就是講 有一個人 一吃了一些敏感的東西 他簽名都不同了 很嚴重的 如果你是真的 哈哈哈 他手震到 他手震到 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腦子的影響 他簽名都簽不到 那他亦都放了一個片段 說有些人 一吃了敏感之後 他走路都走不到 他走到一走 他走到一走 我記得那時是牛肉 那K是牛肉 他吃了牛肉 那他就整個人變了 他做示範圍 你看看這個人 好好的好的 走得其得 然後就滴一些牛肉汁 或者濃縮的牛肉 抽取液 吃了之後沒多久 他走路都走到一走 所以說 他的書都很強調 食物敏感的症狀 是很多元化的 那我們過去 因為西醫 就著重於用血的測試 用免疫球蛋白 做一個測試的方法 但是其實有很多時候 食物敏感 就不只是用免疫球蛋白 看得出的 比如我剛才所說 過度活躍的食物仔 對那些顏料敏感 肯定看不到的 因為通常是免疫球蛋白 通常是蛋白質的食物 多一些的 如果是例如糖 對糖敏感 那這些 那這些真是過去的臨床經驗 就是我叫做 Try and Error 那就是自己嘗嘗 你吃又這樣 不吃又怎樣 在這個關係 是這樣成立的 但是有沒有測試呢 其實近來已經有的了 已經有不同的測試方法 都是用那個血的 簡單一點 就是用手指指兩滴血都可以 這個是我們經常都會用的 那麼我們通常呢 就是用一些延遲性的過敏反應 就是用它IgG 這個是最常用的 那因為這個是 即是我覺得如果即時反應 很多人自己自己都察覺得到 是不是 不用花錢去做 因為始終這些測試 都是說過千的 二千多元這樣 做一個九十六種食物的延遲過敏反應 那這種呢 只是需要兩滴血 那我們就比較常用的 嗯 比較常用的 費用都是二千八百元左右 是 好了 但是呢 有時候呢 有些就是 即時反應的 或者 除了一個IgG之外呢 也都有些是IgE 或者IgA的抗體 那有時候呢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測試 過去我只是一個便宜的 就是最基本的那個 但是發現有些病人呢 那個症狀呢 始終呢 一來一去都不能掉 即是動測不到 那我就開始呢 就會做一些 即是廣泛性一點的 那除了 IgG 那個延遲測試呢 有時候我用那個IgE 即時那個 即時的反應的測試 或者還有那個 另外一種的 那就是 IgA IgE 那有時候呢 我們做一些 包括那個 那個吸引的物質 就是那個花粉啊 那個樹木啊 或者那個塵滿啊 環境啊 那那 那除了96種 食物的延遲反應 我又要測試96種 即時食物的反應 再測試16種 吸引的物質的延遲反應 再測試64種 吸引物質的即時的過敏反應 那這些是多方面的 那還有一些呢 就做了食物的延遲的IgE 那加起來 都要成八千多元的 但是我在做五個測試 那這種情況呢 我就需要 就去實驗室那裡 抽些血出來的 那時間都要大概 兩個星期左右 至少因為我要去 寄去外面去做的 那但是 如果當你遇到一個問題 你都差不多 你的估計呢 都是 即是經常都搞不定 又不是嚴重都很厲害 但當然是困腰臟很久啊 那那一病人呢 他鼻竇炎 搞得很久很久都醫不到 那結果呢 我也是全面找個測試 那才發現到那個病原 那就是 食物就是 食物和環境那方面 就是 這個真的很好 很高的分享 可能不說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食物呢 我們吃了些什麼呢 即是 這麼大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基本上 連你的病 情緒 很多蠻性疾病 各樣東西都影響到 所以真的要留心你吃些什麼 我們真的說 病從口入 就是絕對正確 是 但是呢 醫生呢 那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這樣 譬如我測試到 某一隻食物敏感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以後都不吃 即是說 我怎樣處理我的敏感呢 就是以後都不吃那隻 那個食物了 那有時候呢 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 要避免 即是你明知那樣 令你敏感 是致敏原的 那你當然要避免 但是有些食物 真的很基本食物 那些又避免那些 避免避得太多 好像人生 好像做人都沒什麼興趣 是的 譬如好像 現在有些人說 小麥敏感 是不是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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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都不能吃 只能吃米粉 那魚類的食物 哇多多 所以就視乎 食物敏感的程度 如果敏感是很厲害的那些 那些差不多是即時都反應的 或者你吃了之後 你休克那些 你當然不能鬥 絕對不可以再鬥 那大部份都不是的 那我也要視乎 你的敏感程度 如果是真的 譬如中度性的敏感 那你就可以 暫時避一避 避到一段時間之後 再吃的時候 就不要一試過吃太多 比如我們叫做輪轉式的 就是rotation的 diet 就是你發現你對牛奶敏感 但又不是 眼感都太離譜 那你便偶爾吃了 譬如四天才吃一份 就是rotation 每四天之後吃一餐 吃一份 其實都可以的 慢慢地 你身體可能 不是經常刺激它 就會適應得到 對 通常敏感食物都是 你很喜歡的食物 有心癮 但是 看看你的程度是怎樣 都要真的戒口 我們之前 上一集 我們就講過 碗腸水療 我們今次又講過 碗腸水療 之前我們講過 什麼叫做碗腸 還有結腸是什麼 大腸是什麼 有什麼功能 今集我們不如想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洗腸 為什麼要做碗腸呢 袁醫生 很多人會有一種排斥 就說 哇 用水洗是很不自然的 是吧 就是自然界動物 有沒有自然界動物 要洗腸 我從來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這樣想 有些人說 這個很不自然的 或者很違反自然的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 我們平時去擦牙 擦口 來保持口腔清潔 這是一種自然的 自然界動物 都不會拿牙策去擦牙 我們都會經常去做 有時候擦口 拿點鹽水 拿點水 有些鼻孔洗一下鼻孔 這些全部都可以這樣說 你都可以說 是一種不自然的工具 不自然的方法 當然我們身體 我們日常做好事情 其實都不是那麼自然的 但是不能用這個理由 反對做洗腸 為什麼我們要洗腸呢 很明顯 在我們正常的消化過程裡 口入的食物 是經過咀嚼 慢慢移到食道 胃 甚至止腸 小腸、結腸 最後又肛門排出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 通常是正常健康 是12至24小時的 這就好了 確保食物不會長期停留在結腸裡 知道食物 這些髒東西 經常在那個 廢物在結腸截縮太久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廢物 給身體裡面 就會重新吸收得到 大家都知道 現在今時今日 腸癌是幾大 現在是第二大殺手 估計 快會成為第一大癌症的殺手 香港是全亞洲裡面 腸癌是最嚴重的 有些人這樣說 我們有沒有科學去做過這個研究呢 暫時來說 我們都沒有人會做這樣的研究 洗腸和不洗腸 幾十年之後 他們的癌症 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有多少人有癌症呢 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未必有這樣的 但是在外國 在加州 已經有兩個醫生 做過一系列的研究 這是在加州大學的 有一位叫做 Dr. Nicholas Petrakis 或者帕拉基斯醫生 以及Dr. Elaine King 他們在Lancet的血針雜誌裡面 已經發表了一些文章 他們發現 每星期大便兩次或者以下的婦女 羅患良性或者惡性的乳房疾病機會 是比較每日排便一次或者以上的婦女 是高出四倍的 哇!四倍呀!厲害! 近年來 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做了這個實驗 證明便秘起碼 以及乳癌的關係 好了 這兩名醫生 向超過五千位女士 抽取少量的乳腺液 來研究 乳腺液裡面 如果含有大量異常的細胞 即是顯示 有關的婦女 日後患上乳房疾病 包括乳癌的機會 將會高於平均的數字 好了 好了 他發現 如果每日排便一次的女士裡面 百分之五的乳腺液裡面 找到異常的細胞 即是每日排便 百分之五都有這些異常的細胞 但是每日排便 是少於一次 百分之十的乳腺液裡面 是帶有這些異常的細胞 好了 但如果你每日 每個星期 只是兩次或者以下 百分之二十 在乳腺液裡面 都發現有這些異常的細胞 由這個你可以看到 即是它的關係就是這樣 便秘越嚴重 而且乳腺液出來的異常細胞 是越高越多 所以看到 即是說 便秘 起碼這個研究講 關於便秘 以及乳癌的直接的關係 是的 這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乳癌和便秘有關 是的 好了 參加這個研究的婦女裡面 百分之七十的乳腺液 都含有外來的化學物質 大家知道 今時的環境方面 化學物質是很多的 不僅是說細胞異變 而是說外來物質 它是發言得到的 包括實質都有的 我知道乳房的細胞 是經常和血液接觸 而血液裡面含有各種 由皮膚、肺部、消化度 吸引到循環系統外來的物質 可以反映到乳腺方面 好了 接著他再提一提 原來素食的人 有個好處 如果食肉多的人 食肉多的人 他在訓練裡面 含有所謂誘發物質 教素食的人多 誘發原來問題的物質多 肉食的人的腸道 是一種特別的細菌 會妨礙尿甘酸化物 以及刺激素的折合 因此阻止由膽質 一起分泌到腸道內的刺激素 排出體外 所以有些人認為 這些未經折合的刺激素 因為它沒有被這種細菌 妨礙它 令刺激素沒有辦法排出體外 這些刺激素 在肉食裡面 大腸會被人重新吸收 我們知道有一類乳癌 是與刺激素有關的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很明顯 刺激素高 吃肉的人 體內腸臟的刺激素水平高 會增加乳癌的機會 所以你看到 應該來說 素食的人患乳癌的機會 比較少 所以這樣說 為什麼要洗腸呢 起碼我們知道 有兩種腸癌和乳癌 起碼乳癌方面 有足夠的資料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經常強調 文明人的病 是兩個成因 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這真是很好的分享 洗腸真的極度重要 還有少吃肉 如果你還在吃肉 更加要洗腸 是不是 袁醫生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都有洗腸的習慣 真的非常之好 這是我所說的 你可以不洗澡 但你一定會洗腸 是的 我相信一般坊間 很多人都會用洗腸袋 灌腸袋 是的 有些人會問 例如宋美玲 宋美玲那本自著 她也有提及 她的書也提及 原來宋美玲有這種習慣 她每晚都會用灌腸袋 來洗腸 她會用灌腸袋 其實早期她應該是有些灌腸 但是這個 宋美玲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估計她應該 早年在美國讀書留學的時候 美國20年代 那段時間 三年代 美國很多家家戶戶 都是用灌腸的方法 來處理一般的疾病 日常常見的疾病 宋美玲很明年 在年輕的時候 已經學了這種保健的習慣 她就一直保持 用這個灌腸 她說每天定時灌腸 用這個灌腸 她這本傳記裡面說 她說她可能 不用那麼辛苦用力 就可以完成 人類每天通便的大事 這個就是宋美玲那本 她的第一夫人 襲著中國人物 美麗與哀仇 第四十一月到四十四月之間 是講及這個宋美玲的 那個滿腸方面的習慣 難怪她這麼健康 她好像都活到一百零六歲 是嗎 她活到一百零六歲 你看有時候 她臨終那幾年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疾病的 她都是很健康地過 那些人說 那是否可以做灌腸呢 當然是可以 但Normal Worker也曾經說過 始終灌腸清洗的機制 和碗腸是有少許不同的 碗腸是徹底很多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灌腸呢 就是用洗腸袋 通常都是1.5L 那如果是洗腸呢 好像去Kinnik那樣洗腸呢 就是不斷地流進去 出水天天 是說的是差不多五加潤的水 是的 那分別真的在哪裡呢 一個就是水的運動量是強很多的 就是水的刺激 水的重量 水的體積 是不斷和你的腸去刺激 這樣你的腸就會收縮得快些 那這個呢 就令到你的腸自己收縮去排便 灌腸袋呢 就不是這樣 灌腸袋呢 灌腸袋呢 希望你忍住水 那起碼 它那個水那個 會將你那個乾乾的 你的臭臉會溶化 那讓它排得好些 那所以就是一袋一次一次 但是呢 碗腸水療呢 在整個過程呢 就是你的腸不斷被刺激的 那還有呢 當然呢 大家一部分的水分呢 都會被那個大腸吸收到去 推動那個臨巴這方面的 那所以就是 這個譬如大家去旅行 那旅行當然 如果又是帶著灌腸袋呢 是方便帶著那個碗腸 碗腸板去的 那就是啊 那效果是怎樣的呢 就是灌腸和洗腸的分別呢 那Normal Worker呢 他說呢 一次的結腸 那個碗腸呢 就可以帶得上三十次的灌腸 哇 很厲害 那個比例都挺大 但是不要緊啦 原來經常做經常做 那蘇美玲 我相信她早期一定有灌腸的那些儀器 那但是時間下了可能都壞了 那她就用那個灌腸 那大家在早年都看到了 戴妃是吧 戴安娜 那樣的報紙也有提及 她就說她有這種習慣 那她就會幫她減肥 那有些人都會問我 會不會減肥呢 那其實呢 當然一兩磅的糞便會沖走的 那但長遠來說 就算她減肥也好 都不是真的把你的脂肪沖走 那這種錯誤的想法 其實將你的身體毒素排除之後 你平時的水腫和其他問題 都很快處理得到 我認識了一些朋友 她的肚腩是小了很多的 她有灌腸的習慣 那很好 其實洗腸、灌腸 這個是很直接的排毒方法 亦都可以很快 可以排除身體的毒素 那今天很豐富的分享 很多謝袁醫生 那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好吧 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網址